下面呢 我們講面積跟定積分7.2 如果你有一個函數 假設它圖形是這樣 我們如果要求這個函數 假設這個函數都在x軸上方 也就是它的函數值都是正的 我們要求這個函數 圖形 跟x軸 還有呢 x等於a等於b 這手圍起來的這個面積 這種曲線的面積你們 中小學不會做 中小學學的那個圖形都是什麼 直線型 沒有這個Y 就是你大學不一樣的地方 曲線 怎麼樣把它面積求出來 怎麼求 我跟各位講過 數學都怎麼樣建立在過去的基礎上面 數學有層次性的 你現在學的數學就跟你的中小學數學有關係 我們可以把它怎麼樣 把這個東西 在這個區間裡面我把它怎麼樣把它 幾等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八等分 然後呢 我用左邊的端點這個當作高 利用這個長方形 還有這個呢 左邊端點它的函數值 作為高 這個左邊端點 這個函數值作為高 就是說這個長方形的面積把它求出來 然後這個 長方形的面積求出來 這個 長方形面積求出來 這個 長方形面積求出來 這個 長方形面積求出來 把這些面積加起來 長方形面積這個以前學過的 小學就學過 長方形的面積是什麼 低 乘以高 你把這一加起來 就跟這個曲線 的面積怎麼樣 很接近 利用長方形的面積 加起來 就很接近這個曲線的面積 這個函數 這個曲線的面積 它是定義在 這個區間上面 它是連續函數 而且這是正的 我們要求 面積 Fx這個曲線效 下面 還有 x軸上面 還有 x等於a x等於a就是這條線 x等於b 就是這條線 x2 手圍出來的面積 正面積怎麼做 面積我用a表示 a代表area 英文字 英文字 面積就是a 我用a表示 面積我怎麼樣求 我把 ab這個區間 分割 分割成什麼 as等於x1 x2 x3 b n xn加1 這是b 右邊的端點 我把ab做 等長分割 a就是 第一個端點 這第二個端點 第三個端點 b 然後這是 bn個端點 b是 dn加1個端點 我去把ab這個區間做一個等長分割 這些長度都一樣長 把ab這個區間 做一個分割 每一個 都是長度都一樣 這長度是多少 長度我用datax表示 datax就是b-a 除以n 利用這個 這個 減掉這個 就是代表這長度 那你分成n等分 所以要除以n 這個減這個 就是等於這個 這個減這個 也是等於這個 那麼呢 我把 第i個區間 子區間 第一個子區間就這裡 x1 x2 這個區間 我取左邊的端點 作為高 第i個區間我取這個 函數值作為高 取它的底部 它的底部是datax 這每一段都是datax datax 對不對 把這個整個區間 n等分 就是datax 第一乘以高 就是每一塊的 長方形的面積 把這些面積加起來 Sigma Sigma有沒有學過 有沒有 都不回答 好 沒有學過的舉手 好有學過我就不解釋了 我解釋一下也沒關係 我解釋一下也沒關係 第一個 高乘上這個什麼 乘上這個 datax 第二個的高 x2 乘上底 這個Sigma就這個意思 Sigma就把這種東西加起來 這i呢 xi i i是從第一個 一直加到什麼 dn個 xn datax 就把這種樣的 這是它的 一般式子 把這些東西加起來 加起來我們用sigma表示 因為這寫起來 每次寫的這樣很長 所以我們用這個符號來代表 這種東西把它加起來 i從1加到n 這個第1項第2項第3項 一直到第n項 這種東西我把它叫做什麼 這種東西我把它叫做什麼 sn 下河 你用它底下畫一條 代表 左端點 作為高 Law sub 下河 你取左邊端點 取右邊端點都無所謂了 這是一種取法 你取右邊端點也可以 如果你不 不一定要取左端點作為高 它的函數是做高 或者右端點 這都沒關係 你取中間任何一點 左邊端點 作為高 好 產生出來的這個長方形 長這個樣子 也就是說 這個紫區線裡面隨便找一點 這是什麼 xi star 這第1個區間 x1star 就是不一定要取左端 右端點取裡面任何一點 這樣也可以 好 這個我們叫做它 這個叫做什麼 雷曼山 這個東西叫做雷曼河 當你分割 N區境無限大 你分的樂器 這個面積勒 像我這個再給它分 對不對 然後 取出來的面積 或者 我剛才是 我剛才是取這樣 好 我現在再取 再給它分割成一半 剛才分N等分 現在分2N等分 我在 這個再分一半 然後從這邊 這邊 右邊 左邊端點應該是這裡 然後再來 右邊的端點 這個的左端點是這個 它的面積是這樣 剛才是 這樣子 然後再來 這樣 這樣子 剛才是這樣子 對不對 現在這個面積呢 會更接近 這個曲線下面的面積 你分得越細 那個面積就越接近 曲線的面積 N區境無限大的時候 這個的極限 SN 它會接近某個值 這是叫做A 這個就稱作是它的什麼 面積 我書上畫得比較清楚 各位看看 在190頁 對不對 這圖 右邊的圖 你分得越細那個面積就越接近那個曲線的面積 是不是 左邊的圖呢 會比較差一點 近似的程度比較遠一點 比較差 好 各位再看看 190頁的下面 立體這一題 X的平方 它定義在0到3的函數 它說叫你分成6等分 然後各位看看 在191頁 我在這邊是這樣做 0到3 你把它分成6等分 你把它分成6等分 我用兩種顏色 一種是綠色 我利用這個 左邊的紙比較小 來做長黃鞋的面積 還有我取右邊的端點 做長黃鞋 像這個區間我取右邊的端點 對不對 在這個區域我取右邊的端點 在這個區域我取右邊的端點 在這個取這個端點 在這裡我取這個 在這裡我取這個 在這區間我取比較大的 用左端點 用左端點 現在六個區間 用左端點 用那個比較小的每一個區間 紙區間我都取比較小的函數值 作為高乘上底邊 跟什麼 這六個區間我選 每一個紙區間我都選那個比較大的 我選在這裡 通常這個的核會大於這個 對不對 這個面積的核 紅顏色的一定大 就綠色的 綠色的我們叫做什麼 Low sum 下核 這個呢 Upper sum 上核 190頁我們現在看立體11 如果fx等於x平方 它定義在 03 這個區間上面 A 利用 六個等體 等體 而且高度每一區間 左端點對應的函數值的巨型 每一子區間 左端點 對應的函數值 也就是對應的函數值做它的高 這樣形成一個巨型 我們 估計 在y 在這個曲線下面 y等於x平方 下方 還有x軸的上方 在區間 0到3之間 的區域 面積 也就是內接多邊形 好 我先做A這一題 我們先來看看 y fx等於x平方 這是一個什麼圖形 泡物線 二次 二次是 二次多項是 它的圖形是一個 霧線 這各位在國中 就學過了 那高中可能又在學 所以各位應該很清楚 它的圖形是長這個樣子 因為前面的係數是正的 所以它開口朝上 對不對 函數值是正的 好 好 然後呢 它就叫你0到3 0 到3 從0到3 還有這個函數的底下 還有x軸的上方 也就這一塊的面積 叫你把這一塊面積求出來 估計出來 怎麼估計呢 我們講過 就是說 我們把它 它把它6等分 0到3 6等分 那是2等分 1 2 1 2 總共6等分 從這裡 到這裡 我們把它6等分 6等分 6等分的話 它這個什麼 每一個的長度 data x 我們用data x 表示 表示每一個子序間的長度 它這個地方 它分割成 第一個 一個 端點 這是x1 x2 x3 x4 x5 x6 右邊這個端點是x6 這是0 最左邊 x1 就代表最左邊那個端點 0 再來呢 x1 x2 x3 x4 x5 x6 x7 這是 b b 這都是等長 data x 就是什麼 右邊的端點是3 左邊的端點是0 3-0 這是全部的長度 它6個區間 6個等底 這區間分 所以每一個是多少 長度是0.5 然後呢 我們在這個上面 以左端點 的函數值做高 這個左端點的函數值做高 左端點的函數值做高 左端點的函數值做高 形成一個長方形 左端點 座高 形成一個長方形 左端點 座高 形成一個長方形 所以這些長方形 這叫做內階多邊形 這個比區間底下的面積要小一點 因為它都在這個區間裡面取那個最小的 對不對 形成一個長方形 所以 所以我們把它去 第一個區間它的左端點是x1 它的函數值 乘上 做高 然後底是datax 加上 第二個區間 左端點是x2 它的函數值做高 再來 它有六個區間 這個我們把它叫做什麼 下格 這分成六個區間 我們這寫六 就是說 每一個區間取那個最小的值 它取左端點 內階多邊形 它的面積就是這樣算 好 這個我們算一算看看 這個 實際上是0 對不對 f0 datax f 這一段是多少 0.5 0.5 是 我們這幾個區間 幾個區間 製造的 最小區間 4 4 2 5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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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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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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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n加1,這也沒什麼道理 你做久了自然就記起來 好,再來看三次方 1的三方 2的三方 3的三方 4的三方 n的三方,這等於什麼 這等於什麼 立方和等於什麼 以前高中有沒有學過 高中有沒有學過這些 有啊 等於什麼 有誰知道 立方和等於什麼 二分之 這個就是剛好這個的平方 這個不用計 等於這個的平方 你只要記住一次 三次就剛好是一次的平方 這個不用背 你要去找關係 他剛剛好有這種關係 所以主要背這兩個就夠了 三次 當然還有四次 四次我們大概在高中大學階段用的比較少 有四次有五次 那個更複雜 大概通常你記到三次大概 好 通常呢 有的時候我們這學起來很長 佔空間 有的時候我們可以把這個 用一個Sigma的記號表示 Sigma代表核的意思 它的一般項 好比這個 我們就把它叫做I 或者K 都可以 隨便一項叫做I I是從多少 1 從1 從1加到多少 加到N 這個呢 可以用記號表示 它的一般的形態是長什麼樣子 一個數的平方 對不對 I的平方 I可以等1 I可以等2 I可以等3 一直到N 用Sigma的記號表示 這個呢 對 是代表I的三方 因為它的一般形式 就是I的三次方 對不對 3的三次方 4的三次方 I在變動 I從1 用Sigma的記號 這樣就寫起來比較省事 好 底下我們看一些性子 Sigma的性子 第一個性子 Sigma K I從1到N I從1到N 各位知道 這裡的變數是什麼 是I I在變動 從1到N 這裡有沒有I 沒有 K是代表一個常數 這代表什麼意思 第一項是K 第二項也是K 第三項也是K I等於1的時候是K 這裡沒有I啊 對不對 I是變數 但沒有變數啊 這是一個常數 第一項 第二項 所以這個應該等於是多少 第一項一直到DN項 都是K 那就是N倍的K 是不是 K加N次就是NK 再來我們看性子2 再來我們看性子2 Sigma AI 加BI 1到N 這是什麼意思 先加 再取Sigma 會等於什麼 先取Sigma 個別取Sigma 再加起來 這個有線性的關係 再來 再來 Sigma K AI I從1到N 每一個 數都乘在一個常數 K 每一項都有一個K K可以提出去 K Sigma AI I從1到N 好 底下我們看立體12 這樣你求 Sigma 5I 減3 I是從1 到N 求這個的值 好 這個我們就要利用那些性子 對不對 加或者減都一樣 5I 減到3 I從1到N 這個你可以把它怎麼樣 個別 取Sigma 然後 I從1到N I從1到N 先減 取Sigma 跟取Sigma 再相減 它們會相等 這裡 應該要 減也可以 減這裡就是減 好 好 那這個呢 大家都是 每一項都有5倍 這5可以提出去 I從1到N 這3 每一項都是3 從第一項到第N項 有N個3 相加就是N 3的N倍 I的一次方 加起來 這個應該是多少 2分之 首相加墨相 乘以相數 減掉3N 好 這個我們可以給它合併化減 2分之 5 N加1 乘以N 這個除以2的話 要再乘以2 6N 然後大家都有N提出去 2分之N提出去 5倍的N加1 這提出 2分之N以外 還有個-6 對不對 所以2分之N 5N加5 減掉6 就是-1 這就是答案 好 各位做做看底下的隨堂練習 各位先來練習一下 好 有沒有能做完 做完的舉手 我幫你看看 像這種東西你要做得很熟練 好 我們看看 這是等於什麼 先加再取sigma 可以先取sigma 再加 i從1到10 i從1到10 對不對 那這2可以提出去 sigma i i從1到10 大家都2可以提到外面去 這1的話每一項都是1 1加到10 有幾項 10項 10個1相加 就是10乘1 對不對 然後這個2倍的 i一次方 一次方的核是什麼 2分之N N現在是10了 乘以 N加1 對不對 N現在是等於10 2分之N乘以N加1 10把它帶進來 2 然後這2月掉 10乘以11 110 加10 等120 答案是120 對不對 好 再來看b這一題 b這一題啊 我們看 先加 再sigma 可以會等於sigma 再加 對不對 個別區 i是從1到N i是從1到N i從1到N 這個平方 平方 平方 平方的核 就是什麼 6分之 像素 像幾項 N像 N乘以N加1 2N加1 從1到N 那就是這個東西 這3可以提到外面去 i 從1到N 1 每一項都是1 有多少項 d項一直到dn項 像 N個1 相加 那就N個1 N乘以1 6分之N 乘以N加1 2N加1 這3倍的 1次方的核是多少 2分之 相 1到N 有N相 乘以N加1 後面 後面N乘以1 照超 好 2 2 6最小公倍數 就是6分之1 好 大家都有N 這裡也有N 這裡也有N 大家把N提出去 這提出N以後 N加1 2N加1 這個本來 除以2 現在你除以6 要乘以3 33的9 N提出去以後 這裡還有N加1 這個N 提出去以後 剩下1 但是你外面除了6 你這邊要乘以6 這樣才會跟原來的相等 好 把它化減 6分之1的N 就是6分之N 好 這個我們看看 這2N乘以N 最高相 2的N的平方 二次相 再來一次相 乘開來有2N 再加這個乘開來1N 3N 這裡乘開來9N 就是12N 總共12N 再來看看 這個長數1乘1得到1 這乘起來是9 1加9 10 10加6 變成16 好 大家這個2把它約掉 這把2提出去 然後跟6約掉 變成3 N平方 加6N 加8 這個可以把它 這個可以因式分解 N加2 N加4 2乘以4 這個可以因式分解 2乘以4得到8 相加得到6 所以它的答案就這樣 0到3 3 從0到3 還是曲線下面 這個一塊面積 我們把它N等分 這是等於0 最右邊的點是3 然後呢 它每一段呢 你N等分的話 3-0 右邊的點 減掉左邊的0 給它N等分 除以N 就是N分之3 好 我們如果去左端點 去左端點 作為高的話 左端點就是F 這是多少 N分之3 N分之3 乘以I-1 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0 第二個呢 就是N分之3 第三個呢 N分之3的兩倍 對不對 這樣 左邊的端點 就是說怎麼樣 你這第一個端點 第一個 X1 1-1就是0 對不對 就是F0 就是這一點的函數值 各位要注意 這個你要會寫 左端點的表示法 XI XI 第二點 第二點就是什麼 像這是第一個點 第一個點 它的值是0 第二個點就是N分之3 第三個點 N分之3乘以2 少1 對不對 乘以2 第三個點 1 2 3 它是1 2 兩段 所以乘以2 對不對 2倍的長度 所以是等於 N分之3 乘以I-1 各位這個要弄清楚 怎麼弄清楚 題目都做 都做就會熟練 是不是 醫生 醫生他看病 他要不要去看書 不要 他記得很清楚 看到你這個 發燒 頭痛 對不對 倦怠感 知道你這是感冒 他不要去翻書 這個人發燒 這個人又是什麼 這樣太慢了 對不對 要很熟練 像這種東西你要很熟練 一看 馬上一比對 第一個點 就是 N分之3 乘以0 第二個點 N分之3 乘以1 對不對 第二個點 第三個點 N分之3 乘以2 所以就是 少1 跟I 相差1 好 我們看看 它的下核 你把它N等分以後 它的下核是什麼 取左邊的端點 xi dataX 然後把它加起來 I從1到N 因為N等分嘛 N個區間 F XI就是 就是 F N分之3 乘以I-1 dataX I從1到N 然後咧 F把這個帶進去 它的函數 就把這個X 對應到X平方 所以 N分之3 I1 這個的函數值 就是這個的平方 因為我們知道函數 它是泡物線 X平方 對不對 帶進去 它的平方 乘上dataX dataX dataX 我現在直接帶 dataX就是N分之3 然後把這些東西把它加起來 Sigma I從1到N 好 我們看這個把它算一算 N的平方 3的平方就9 I-1的平方 這個的平方就9 這個的平方就N平方 I-1的平方 等到N分之3 I從1到N 好 這個Sigma 這個N 這個變數是什麼 是I 所以這等於是什麼 常數 9也是常數 3也是常數 3927 這常數 我們可以把它提出去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提出去 這是常數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提出去 N平方乘以N N的三方 9乘以3 27 I從1到N N 好 這是什麼東西 Sigma 這個平方以後 各位知道 這I平方 減掉兩倍的這成績 加上1 對不對 I從1到N 好 這個相加相減 這個可以怎麼樣 個別先取Sigma Sigma I的平方 Sigma 2I Sigma 1 然後I 是從1到N I從1到N I從1到N 然後這裡 減 這裡是 加 好 這個刮好 刮起來 你把這個東西 寫成這樣 N 三次方是27 I的平方 平方向的核是多少 6分之N 乘以N加1 2N加1 對不對 從第一項加到DN項 平方向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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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用這個 減掉 2可以提出去 2拿到外面去 SigmaI SigmaI 就是什麼 一次相 一次方的核 就是2分之N 相數乘以相數加1 SigmaI就是這個東西 1 每一項都是1 從第一項加到DN項 有N個1 N乘以1 好 這樣子我們來看看 N三次方分之27 這裡每一項大家都有N 有供應式 我把它提出去 把N提出來 這樣比較輕鬆一點 6分之N加1 2N加1 2約掉 減掉N加1 這N提出去 這N提出去又剩下N加1 這個提出去 N又剩下1 好 三次跟一次約掉 剩二次 好 這裡呢 我們看看 這個地方可以把它劃減 通分好了 通分 6 N加1 2N加1 2N加1 減掉6倍的N加1 加1的話 加6 1可以看成6分之6 對不對 通分母 N平方分之27 所以 這兩 二次向的話 有N乘以2N 就2N的平方 沒有啦 這6 6我也給它拿出去好了 對不對 分母這個6 6拿出去 那裡面就沒有分數了 變成2N平方 一次向呢 這兩個乘開來 2N加1N 就3N 3N減掉6N 就-3N 再來 常數叫1乘1 這是常數 1 減掉6乘1 減6就是 減6加6就消掉了 結果就剩下1了 好 再來呢 我們一個一個 一個一個做 6分之27 N分之1 弄進去 變成2 把N分之1放進來 看得懂吧 我寫慢一點 N平方放進來 2N平方-3N加1 6分之27 這消掉變成2 減掉 N分之3 這兩個 N約掉以後 N分之3 N平方分之1 變成這樣 好 現在這個下核 我們算出來是這個東西 也就是 這個東西讓它 6分之27 啊 我這邊 其實可以把它劃減 大家約掉 三個約掉 對不對 三個約掉 變成2分之9 那這個可以把它 成開來變成什麼 9 減掉 2分之27 N分之1 加上 2分之9 N平方分之1 對不對 這個東西就是等於 9 減掉 2分之27 N分之1 加上 2分之9 N平方分之1 N平方分之1 好 這N七七無限 它這就是0 這也是0 只剩下一個9 我們剛才講說 它的面積等於9 是不是 我們用直觀的方法說 它最後會逼近9 我們現在正式的證明 確實是9 有下線 上線也是這樣做 我就不做了 做法一樣 有下線